齐湘公后宫三千,却只喜欢亲妹妹,年妾被冷落而出卖她。 险些丢了国家,齐湘公是历史上有名的乱文大王, 他的后宫家里不少,而他却独爱自己的同胞妹妹文江, 为父鲁桓公获之后,只是对他们的乱文行为疑了谴责, 齐湘公就把鲁桓公杀掉,而长期占有了文江。 而齐湘公最终也因荒鱼失信,在执政一二年后被自己的陈下杀掉。 前687年,齐国大夫联称和管制副被齐湘公派往葵丘杜扎。 许诺一年后瓜熟的季节换房,大概按当时的规定, 大夫在外地束手不能超过一年。 所以一年后,两位大夫请求湘公派人来接房。 此时的湘公正平平以文江优惠。 并沉浸在妹妹的乌乡里,没把两位大夫的请求当回事。 恰好连称有个唐妹是湘公的妃子, 她也通过唐妹向湘公做了禀报, 但由于连妃不受湘公宠幸。 所以湘公置之父礼,湘公叔叔的儿子公孙无知, 很受湘公父亲的宠爱。 在湘公父亲西公在路的时候, 西公是侄子公孙无知为嫡子, 给她的待遇与自己的儿子湘公一模一样。 而且两人从小一起玩大, 一起游戏,争斗,产生了不少的矛盾和怨气。 湘公继位以后就削减了公孙无知的待遇, 自此公孙无知开始对湘公羡慕极多恨。 大概连成女管之父本来, 就与公孙无知亲近, 所以他们以湘公随意贬折公孙, 唯有准备发动叛乱。 他们的策划是趁湘公外出时袭击她的宫殿, 然后夺取政权, 拥立无知继位为君。 但这个计划需要一个内应, 即使公孙无知派, 连成秘密潜入宫中找到唐妹, 要求她打探湘公的行踪并及时回报。 连飞认为自己是湘公的妃子, 虽然不受宠信, 但这样做从公从私以己无力, 所以没有答应。 公孙无知许诺, 事成之后可以封她做夫人, 于是连成就传达公孙无知的旨意, 事成以女为无知夫人。 前686年, 连飞探知其湘公将外出打猎, 把情报送了出去, 公孙无知抓住机会率领言称, 管制不等冲进宫中。 由于湘公狩猎时出现了意外, 受了野猪的惊吓, 脚受了伤鞋子也掉了, 所以提前回宫。 回宫后还把事成毒打一顿, 这个事成名字叫沸, 别看是个小臣却是极其的忠诚。 被遭毒打跑出宫门, 恰巧碰上叛乱的军队, 费灵机一栋说, 里面守卫森严, 你们暂且等待。 我先进去看看再来报信, 叛军不信, 被露出正在流血的伤口, 众人乃信。 费急忙跌跌撞撞闯入湘公卧室, 先将湘公藏起来, 然后拿起武器边跑边喊卫兵, 不顾生死与叛军殊死搏斗, 结果被杀死在宫门旁边。 叛军来到湘公卧室杀死了躺在床上的人, 回报公孙吴芝, 吴芝一看说, 这不是湘公。 这时众人才发现湘公躲在门后的一双脚, 于是拖出来杀了, 众人就拥戴吴芝做了国君。 可是好景不长, 不到一年吴芝也被城下拥领杀死, 众公也纷纷逃亡, 自此齐国内乱不止, 直到湘公的弟弟齐桓公继位, 齐国政局才开始稳定并成为霸主。 故事暂告一段, 不过不敢往言还想往言几句, 在诸侯林立的东周, 诸侯的正气称为夫人。 莲妃本是小妾, 不受宠信牺牲怨恨也在情理之中, 无知失败被杀, 她自然没能成为夫人。 恐怕连性命都难保, 假使无知成功, 夫人也不一定贴她莫属, 这在那个时代是极为正常的事。